原本打算派出立法院前院長 王金平來擔任團長 參加第十二屆的海峽論壇 但是中國央視主持人李鴻 卻說王金平是來求和的 引發了反彈 國民黨主席現在 江啟成就要求對方要道歉 但是對方近期的說法 國民黨認為不算是道歉 昨天王金平已經跟江啟成 還有黨秘書長李乾隆祕談 王金平就說去不去呢 中央黨部在今晚會做出決定 原本國民黨派出立法院前院長 王金平率團到中國廈門 參加十九號登場的海峽論壇 不過卻因為中國央視主持人李鴻 說王金平是來向中國求和出現變數 最近台海兩岸將發生一件大事 國民黨要求央視道歉 李鴻後來改口說求和 是尋求和平的意思 國民黨覺得不算道歉 黨主席江啟成 黨秘書長李乾隆等高層 十三號下午已經和王金平秘密會談 評估利弊 十四號晚間之前 應該會決定是否參加海峽論壇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這樣解讀 統戰色彩濃厚的海峽論壇說是要讓兩岸和平交流 現在引發爭議後王金平到底去不去都是難題 就看國民黨如何定奪 華西新聞 江氏宏 王金黃特別報導